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大家早上好 我是邱师傅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道非常简单又美味的菜肴 虾仁炒蛋 首先我们有四粒鸡蛋 然后100克的虾仁 然后这个就是风测粉 风测粉或者马铃薯粉都可以 然后这个就是一根葱的 过后我们要先腌制这个虾仁 虾仁买回来 首先我们就要挑掉那个虾线 过后呢就放一点生粉或者风测粉 然后去捞一捞来洗干净它 过后呢就可以开始腌制了 我们给一点这个风测粉 然后给一点蛋白 这样捞一捞它就可以了 如果要够味的我们可以加一点味道 去啊 盐啊 或者金银粉之类的 如果你们要脆的话呢 当腌制第一轮要拿去洗的时候呢 我们就放一汤匙的糖去腌制它 那虾仁就会比较脆一点 过后呢 葱花我们就切一个角形的葱花 好 OK 调味的部分呢 我们就给少许的七筋粉 好 半茶匙的七筋粉 少许的盐 过后呢 胡椒粉 将鸡蛋搅拌均匀 OK 那首先我们就滤一滤这个虾仁 然后八锅开烧 然后我们就下一勺的冷油 放虾仁下去 现在我们就要泡熟这个虾仁啊 这里不可以菜烧 这个不是炸啊 这个是泡啊 油泡啊 油泡是比较低温的 现在我都没有开火了 那泡出来的这个虾仁呢 才够嫩够滑 OK 泡它有一个十秒钟就可以了 起锅过后呢 我们就可以倒入这个蛋液 已经调好味的蛋液 好 然后推几下 OK 有半熟啦 我们就可以倒入虾仁了 这里开中火炒一炒 好 完成 好 完成 好 简单又美味的虾仁炒蛋 完成 OK 这道菜呢 大家要注意的就是 那个蛋啊 炒出来要嫩嫩 炒到要够香 可是又不要老的哦 过后呢 那个虾呢 就要经过那个生粉 然后一撈生粉拿来洗 这样炒出来呢 它才够白的哦 然后如果是虾要比较够味的 可以放一点调味料下去 腌制那个虾 OK 那喜欢这道菜的 记得教功课 好 给一个赞 我分享出去